一桩离奇的离婚案 如何成就了曹汝林的律师大名 二十世纪初期 中国土生土长的宋施 退出历史舞台 崭新的律师制度应运而生 第一位获得民国律师资格证的律师 后来为何被贴上了卖国贼的标签 见证本期播出 民国大律师第一集 曹汝林 经历大案悬案 探寻法理脉络 记录故事现场 见证发指变迁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12年的冬天 曹汝林像往常一样接了一桩官司 是一桩离婚案 然而当事人的特殊身份 却是这宗普通的离婚案 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离奇案件 他这个案子为什么特别离奇呢 因为他这个案子当中特殊的两个当事人的身份 一个是个太监 另外一个是个妓女 太监叫张靖轩 颇有积蓄 出宫后摇身一变 成了一名成功商人 于是并想与正常人一样 娶其那妾 组建家庭 这个太监结婚呢 实际上很早以前就有了 我们俗称叫接菜户 这个词呢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 也在这个明朝那些事 这本唱小书里 可能也看到过的 那么这个呢 他们也是像这个合法夫妻啊 待在一起 那么由于大家知道太监啊 他这个可能身为有一定的缺陷 那么所以他这种接菜户啊 对感情的要求还比较高 为了装点门面 张靖轩到妓院挑选了一名妓女 出钱为她赎了身 还正式找了没人先去提亲 打张旗鼓的找了个证人 热热闹闹的办了场婚礼 算是名为正确的结了婚成了家 从我们现在现有的法治史的资料来说 那么到了民国初 对于想禁止找婚呢 禁止从婚呢 以及离婚的一些规定 实际上都已经客观存在 因为实践当中我们都晓得 当时可能以社会上来说 往往一次所谓的婚宴 就可以宣布新人就成婚了 原本是一桩你情我怨的婚姻 为何女方又突然提出离婚 其中有何蹊跷 曹汝林开始进行调查 张靖轩娶的这名妓女叫程月珍 曾经是姜桓宁妓 因为年老色衰 获于生计来到北京 原本以为嫁给张靖轩后 可以安安稳稳过上远离封城的日子 不料金门第一天 竟然就发现自己不过是张靖轩 娜的一个小妾 他原以为曲金门呢 他是个正室 结果呢 嫁给个太姐 还是个偏房 所以呢 陈月珍他就特别的失落 尽管没有得到应有的名分 但总比在烟花场中 聊此残生强得多 于是 陈月珍决定将这段婚姻维持下去 也可以这么说吧 也是为了生存 因为怎么说呢 这个巨女在古 我们知道那个年代 她的生活相对来说是比较艰难 那么张靖轩呢 她虽然是个太监 但她毕竟是这个比较一个应付的商人 这个财产这方面还是比较多的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 使她感到自己逃离苦海 又跳进了火坑 由于张靖轩生力缺陷 而导致的心灵扭拘 使得她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虐待狂 在家中大耍男子汉微风 对于陈月珍动辄呵斥 稍有不顺 拳脚向架 陈月珍回不当初 认识到自己真是架错了人 因为陈月珍原来是一个名妓 不是一般的妓女 所以见识也比较广 而且可以说对自己的某种需求 也比较高 所以当自己感到受了欺诈 所谓对方又是太监 所以对自己这样一种 现代的待遇非常的不满 1912年冬天 陈月珍趁张静轩不在家时 卷走了家中的金银财宝 并暂居在先前的一位姐妹家中 而此时的张静轩发现陈月珍不见后 四处打探陈月珍的行踪 并托人烧化给陈月珍 只要能退还赎身钱 把拿走的东西还回来 何去何从一切犹他呢 陈月珍主张要跟张静轩离婚的时候 他其实最心疼的不是这段婚姻 不是他这个老婆 而是心疼他这个银子 这个太监他最在乎的是银子 所以这个银子卷走 也就要了他的命了 曹汝林在调查中得知 陈月珍既没有把钱还他 也不想退还那些东西 反而冻起了离婚的念头 妓女本身身份比较特殊 离婚这个事情在当时也不是很多 这两者结合起来非常多人眼球 我们知道当时在民国事件 通过了一个中华民国民律草案 那么这个里面是规定了 女房是有这样一种离婚的权利的 那么所以这个法律出来之后 就是陈月珍当时还不太相信 他到处托人找关系打听 是不是说官府现在就准许离婚了 得到确诊的答复后 陈月珍决定和丈夫对部公堂 一职诉状把张静轩告上了法庭 向京师地方审判厅提出离婚 并决定花费一百大洋 请京城名气最大的律师曹汝林 为其代理这桩离婚官司 而此时的曹汝林从事律师职业 也刚刚不过几个月 此前他曾是民国参议院议员 曹汝林之所以说原来的我们所讲的政府官员 后来变成律师 从现在查到资料来说 那就因为在1912年 他看到自己已经升官无望了 在所谓不能再提拔的有关的证明材料当中 他看到 所以他最终的就选择了 我要进行我具体的所谓的身份转变 所以最终选择了担当律师这样一个职业 1912年9月16日 中华民国北京临时政府 新成立的司法部 正式公布实施律师暂行章程 从此 植根于西方的律师制度 最终移植到中国 章程规定 接受过法律教育的 可以直接获得律师资格 曹鲁林留学日本东京法学院 学的就是法律符合申请律师职业资格 不无巧合的是 曹鲁林领取的这张律师资格证书的编号 是民国第一号 原始台北京临时政府秘书厅职员曹鲁林 就这样成为取得中国律师资格的第一人 武庭芳他是第一个拿到律师资格的中国人 他其实当时不是拿到国内的律师资格 他是拿到英国政府办法的律师资格 然后他的职业是在香港职业 那么这样子的呢 就是说他是一个拿英国执照在香港职业的中国人 1877年 正在英国留学的武庭芳 前去拜见中国第一位常驻公使郭颂涛 在当天的日记中 郭颂涛这样写道 新会武之庸来见 专以学律来词 为宋师以三年议 由此可见 做一个在外国第一位取得律师资格的武庭芳 在这位颇有见识的大清官员的眼中 不过也就是一个宋师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 有一天约曹汝林到总统府商谈 好像这些野史记载 就是说当时袁世凯碰到曹汝林 见面帝就说 你怎么去做律师了 律师不就是宋师吗 曹汝林当时就是非常严肃的跟袁世凯之处 这两者是不同的 律师呢 他是依法办事 为当事人谋利 追求正义的 那么宋师呢 就是相对来说 他肯定就是歪曲事实 歪曲法律 为其谋私利 这两者差别很大 广东第一宋师荒唐镜 这就是我的壮旨 中国历史上的宋师 受人聘请 以代谢塑状为生 没有从业资格限制 他们可能因以法为权 而赢得宋师的尊称 更多的则是为金钱利益 而班农是非挑拨征送 因此很多人称他们为宋棍 宋师和律师 说起来只有一个字之差 但实际上我们所说 它的所谓的基础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们说宋师吧 它是在我们整个中间社会 基本都存在 它往往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诉讼过程当中 依据了它所有的那些法律知识 为那些所谓的有钱人 在法庭当中制造证据 制造麻烦 然后最终影响审判 事实是 宋师傅不肯交出 而想收回房子 宋师傅不止想抵赖 还想强监定院外来威胁他 请大人明察 不是的大人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一个国家的法律 不管是我们所谓的大陆法系 还是我们英美法系 包括我们现在 我们中国这样的法律 它都是非常庞大庞杂的 一个非法律专业人才 要能够了解法律的完整内容 可以说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法律 有些人可以为它提供所谓的专业知识 使它能够在法律上 将这些知识能够合理地运用 以法七七年三月 吴廷芳回到香港 不久就被批准为职业大律师 成为第一位获准在英国殖民地 担任律师的中国人 1912年 南京政府成立之后 孙中山委任他为司法总长 吴廷芳当时是著名的一个法学家 他当时和沈家本一起担任清朝的修律大臣 修改当时的一些法律 他参考德国和日本这样一些国家 修订了清朝的现行行律 在这个同时制定了一些就是刑事民事的诉讼法 经过他们大概将近三年的努力 把当时一些肉刑 就是我们讲的赤字 这个原作 录师等等这些东西 销售这样一些的肉刑都废除掉了 那么结束了当时我们就是中华法系长期来的 就是诸法合体行民不分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所以有人就说 他是为我们中国这个刑法开新纪元 那么到了民国政府的时候 他又担任了司法总长 那么当时他也是积极推行律师制度 从政府高官下害作律师的曹汝林 曾经接过一桩所谓的死刑铁案 仅曹汝林辩护 这桩由死刑改判无罪释放的案子 让曹汝林名声大噪 从此曹府满庭若市 成月珍慕名而来 希望这位民国天字第一号大律师 帮他打赢这场离婚官司 根据当时颁布的律师暂行章程规定 律师事务所不需另辟办公场所 所以曹汝林就把律师事务所设在北京松树胡同家中 曹汝林当时跟陈叶珍讲 你这个离婚案子不是那么容易办 有一定的难度 陈叶珍的心里他就特别的奇怪 既然我作为夫妻的双方 我作为一方我特别想离 政府也支持我离 那么为什么我不能离 那么当中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不能理解 为什么张静轩不同意离婚 他这个婚就离不了 昔日的禁语与太监如今对不公堂闹离婚 这让当时的很多人都觉得新鲜 庭审当天 审判厅外聚集了大量的民众 人们议论纷纷 当时可以说民间是非常关注 因为这个案件就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就是说它几乎是所有花边新闻的要素 它都有 那么在当时民间习俗来讲的话 普遍还是希望陈叶珍败诉的居多 因为当时觉得就是说是复道人家 还是要安守复道 这个守本分 虽然张静轩他是一个太监 胜利上有缺陷 但是毕竟在一开始是帮助过 所以就是说当时民间的舆论 是比较倾向于说希望陈叶珍败诉的 曹汝林根据陈叶珍的口述 理清了陈叶珍离婚事由的来龙去脉 在法庭上 曹汝林提出离婚起诉的三个理由 第一 被告是太监 第二 被告原有妻子 有重婚嫌疑 第三 被告对原告实施虐待 因此恳请法庭准予离婚 像民国初年这些所谓的庭审 也许还不像我们今天这么规范 但是它基本的框架有了 比方应当首先由原告来说明他的诉求 然后再由法官来讯问 法官来执政 然后再由被告来进行回答 来进行执政 最终双方辩论 然后休庭 法官合议得出结论 庭审法官听完申诉后当即表态 按照民国法律规定 离婚原因超过一年 不得起诉 因而 第一第二两条理由不能成立 法官在这里实际上是利用诉讼时效问题 加以否定 而对第三条遭受虐待 则提出需要证据 不能空口说白话 曹尔林听了法官这番话以后 他就感觉到陈叶珍的离婚道路被法官堵死了 他心里当时特别纳闷的是什么 我作为一个律师 为什么我的代理意见还没有讲完呢 怎么就为审先判 这个结果就这么出来了 民国天资第一号律师接受民国第一起案 在沸沸扬扬中会不会就这样曹操收场 就在败局一定的时候 曹尔林如何让案件发生大逆转 见证正在播出民国大律师第一集 曹汝林 然而就在案件败局一定的时候 太监张静轩的一句话 让曹汝林抓住了机会 太监张静轩他这要求很简单 第一不反对离婚 但是要求是把当时赎生的三百元 现在三百元宁愿要返还 同时就是陈叶珍带走的一些 随身带走的财产也要返还 听到太监张静轩的这些话 熟悉法律条规的曹汝林如获至宝 随即当庭申诉 无论是前卿还是民国 都禁止人口买卖 被告要求原告偿还赎生钱 没有法律依据 至于原告所携带的财物 大多为原告一事等生活用品 自当归原告所有 被告要求归还不合法理 真的是无巧不成书 本来这场官司已经输了 但是张静轩的这番话 一下子让曹汝林抓到了法律上的漏洞 抓住了张静轩的软肋 这个案子又有了很大的转机 张静轩当庭又改口 声称的三百元不是赎生钱 而是陈岳珍所欠债务 并出使了一张写由张静轩 代陈岳珍偿还债务三百元的收款字句 就是我们说一个妓女 她原来在妓院里面 她如何被赎生的 那么这里面就跟另外一个词 她很接近 哪一个词就我们现在所说的 叫拐卖这个词很接近 因为从当时的我们民国法律来说 她已经提到了 拐卖人口是绝对不允许的 大律师 她就在这问题上中 使这两个词能够有关联性 而最终使得法官能够知晓 你作为这个太监来说 你有拐卖人口之嫌疑 而最终影响了整个案件的走势 面对这张字句 曹汝林按照民国暂行民律草案规定 提出如下申辩理由 婚前有特定契约 按特定契约执行 否则婚姻成立之时 债权占物之主体合并 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 到了这个时候 张静轩他倒反而又觉得自己吃亏了 原来的方案对他不利了 那么所以他马上改口 说这个要返还银员 并且返还当时随身协财的财产 然后我才同意什么离婚 不然我就不同意离婚 因为他前面讲是同意离婚 现在是这样倒过来 那么这个原来呢 就是说给我们的感觉 就是张静轩他是把这个法庭 当成谈判座 当成菜市场了 就一个方案不行 马上换一个 讨价还价 面对张静轩是公堂为儿媳的荒唐之举 曹汝林明确指出 离婚涉及人身属于公益范畴 钱债只涉及财产属于私益范畴 而这不可混为一谈 如果为钱财的原因而约束离婚之自由 与法理大相径庭 因为过去认为婚姻嘛 那就是国家的事 国家是个大事要管你的 你违反婚姻法 那就国家要处理 所以在民国的初年的婚姻法当中 他把这个婚姻的解除当中 离婚自由就交给了当事人本人 而不是所谓国家的强制 最后金氏审判厅的判决 基本接受了律师曹汝林的代理意见 不但将赎身价款的支付 认定是张太监的自愿行为 不予返还 而且明确了财产债务问题 不得作为离婚的障碍 程月珍最终获得自由 就是一个离婚制度 通过这种公开审判的方式 去审理离婚的案子 当时确实是开天辟涕的一个案子 这个理念也许对我们当代的婚姻法的理念 它也是有影响 就所谓的结婚自由 离婚自由 包括复婚自由 它的所谓的权力 应当是谁来主掌的问题 这一点应当说是在我们中国历史上 就有一定的画实在意 那么具体的审理的过程当中怎么操作 这个跟每一个人的婚姻家庭关系 它是一个比照的一个范例 所以大家比较关心它 中国五千年的封建史当中 女性它往往是受到了许多的压抑 那么这当中随着我们的法律 允许了结婚离婚 不婚交于每一个当事人 所以作为妇女来说 她也是当事人之一 她就有这个权利去提出这个意义 就是这个案子当中 她比较有彩头的 就是离婚双方的主角 一个是个太监 一个是个妓女 这个也是一时被吵得飞飞扬扬的 对于法官来说 我如何来根据我们的诉讼 与程序优先这样的原则 作为我们整个诉讼当中的基本原则 来加以考虑 最终的审判文书 不但是个美文 而且是个奇文 文字很优美 而且遣词造句 也是非常的幽默 诙谐 北京地方审判厅的林鼎章推示 所作的审判书 叛词最后两句如下 求破镜之重圆 恐赴有极离巨石之战 叛入宫而不见 所以巨头平须 何如池水分流 这篇判书情理病重 文采不凡 可结果读案之后 程月珍稀里糊涂 我们前面也听到 就说这一段判决 还是用文言文写的 所以就是说程月珍 他当时没听懂 他就问出了请问堂上 那这到底是准不准我和张庆轩离婚呢 大家都哈哈大笑 因为我们知道就像这些律师 或者是法官 他们是文化攻击很深厚的 这个文言文是没问题的 那么曹鲁林当时就把这个整个判决出详细的内容 用白话文的方式给这个程月珍别试了一遍 那么程月珍恍然大悟 本来程月珍背弃诺言 卷财而逃 与当时的主流社会舆论相背离 律师曹鲁林借助后 竟逆袭成功 我们说也就是用一个最简单的话来说 程序优先观念流入我们中国了 但是有些所谓的法官可能还做不到 但是毕竟他知道程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要考虑的内容 应当说在当时对我们今天而言 还是有一定的我们所讲的价值的 大律师的依法辩护 如何让因通奸罪而获重刑的周家姐妹宣告无罪 法庭上律师这张陌生面孔 从此改变中国法制生态 声音确切的曹鲁林收入正高 为何又放弃律师职业 重回仕途 并因此背负骂名 见证正在播出 民国大律师第一级曹鲁林 据记载 在民国元年九月至十二月期间 大理院当时受理的刑事上诉案 总共三十七件 其中十九件以曹鲁林为被告辩护人 民国初年有一本律师诉状汇编畅销书 刀壁精华 收录了当时三十三篇经典的律师诉状 其中开图的两篇即为曹鲁林办理的两起案件的诉状 肩肥致死之变速状和因案惧罚之变速状 可见当时曹鲁林办理案件产生的社会影响 说起刀比精华的这个案子 比我们前面说的太监离婚的案子 还要离奇的多 1913年初秋 曹鲁林德贤和朋友相约到吴松游玩 期间林卓几位时刻的谈话内容 引起了曹鲁林的兴趣 当时因为林卓有几个男子 他在高深讨论谈论这样一个奇怪的案件 这什么案件呢 就是说有两个女子 强奸一个男子 致死这个男子死亡 这么一个案件 这个案件非常的离奇古怪 曹鲁林他出于职业习惯 或者说是他的职业的一个敏感性 他就觉得这么一个很蹊跷 他就上前找那几个林卓的男子来询问这个案情 原来上海宝山地方一户周姓人家 有一双带字归中的姐妹 与一位叫李家的遭访学徒通奸 致使李家意外死亡 官府依照男子奸杀妇人罪 减刑治罪 所以曹鲁林当时就听到了 哎呀这不对 怎么会有这样的案件 如果说当地你们的法院 你们如果接受的话 你们这个法官肯定错了 对这个案件的这样一个判断 经过一些人的耳耳相传 耳嘴相传吧 足足的就让周氏姐妹的家人知晓 他们觉得这个案件 得完全存在着一种翻案的可能吧 周氏族人得知后 马上推选一人去求曹鲁林代为周家辩白 曹鲁林取来笔墨指研 当场辉豪 为周家代谢诉状一天 并言明不收酬谢 江苏省的高等审判厅的法官收到了周家人送过来的这个状纸 看到状纸 调理清楚 而且语法有据 振振有词 那么法官他是天天看这个状纸的 他一看这么漂亮的一个状纸 其中必有高人操刀 高人指点 但如此不同寻常的命案 又没有成案可以参照 江苏高等审判厅不敢决断 于是将此案用电报上报经施 请最高法院定夺 最高法院复电 此案法律无明文 不为罪 据此 江苏高等审判厅宣告周家姊妹无罪 这桩奇案和曹汝林的异举 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应该这么说吧 就是说曹汝林虽然他当时已经是知名大律师了 民动律师 但是他民动一时 但是他这个收费并不算高 有这个描写 他就是说是造工 除了这个案件的话 一般是造工张收费之外 就是说不计较筹保 听当事人辩 那么遇到有一些家中困难的话 贫困的话 他甚至是不仅不收报酬 连一些公本费 手续费都免了 1913年5月 袁世凯为了树立法治政府门面 有意将在民间有着巨大声望的曹汝林 拉入内阁 当得知曹汝林律师收入每月2000元左右时 袁世凯力劝曹汝林不应指图安乐 应替国家效力 唯一曹汝林外交部次长重任 从此 曹汝林离开了律师界 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 由于部分列强与日本事前签署了密约 协约国公然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 从而引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 当时交通总长曹汝林 因负负责把部分权益积于日本 与货币局总裁陆宗瑜 及驻日公使张宗祥 并称为三大卖国贼 1919年 五四运动中 北京学生包围并冲入 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曹汝林的谱地 火烧照下楼 这怕大火也让楼主人曹汝林的名字 从此与卖国贼的标枪紧密联系在一起 6月10日 北京政府背后下令罢免他的职务 此后曹汝林转入实业界 担任过银行总经理 煤矿东市长等职 曹汝林作为一个历史人物 我想咱们也应当客观地评价 毫无疑问 他过去做过一些 我们今天应当否定的事 当然他作为律师 我们也应当加一些肯定的评价 但是有一点 我想说我们这个整个事件的评价来说 应当加以明确 那就是曹汝林最后在抗战节前 还是有骨头的 因为当时日本曾经有人提出 要叫他出来 当日本的某些所谓的在中国的爪牙 政府当中傀儡 但他提出我坚持不做 我想这一点 他也是体现了一个中国人的骨气 我们完整地看一个历史人物 我想这也是我们应当在今天 应当强调 曹汝林1949年去台湾 1950年赴日本 1957年迁居美国 1966年8月4日 辞世于美国底特律 中年89岁 从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到民国时期职业历史 从鲁迅的被告 到陈独秀的辩护人 曾经被鲁迅称之为落水狗的张世昭 为何从政坛走向律师 义务为共产党领袖做无罪辩护 建政下期播出 民国大律师第二集 张世昭